大家好 我是刘美二十一年后回国发展的周博士 几天前 我所在的趋势 突然被列为一前高风险地区 我不得不选择居家观察 停下这几个月来的忙碌 这才突然发现 小区已经建立了花开花落 春天都快过去 虽然是一前高风险地区 但因为这个社区没有阳线患者 所以既不是分控区 也不是管控区 社区内部还是可以自由活动 不过还是没有办法进入办公场所 只能再加上 今天出来要去附近的检测点 做核酸检测 检测点不显五分钟左右就到 队伍蛮长的 估计要等不少时间 虽然这波疫情气势汹汹 但我觉得疫情应该快结束 一百多年前的西班牙变毒大流行 也差不多持续两年多时间 随着变毒毒性的减轻和人类能够共存 就悄悄地结束 这次的Omicron新冠变毒 虽然传染率很高 但打过疫苗的 基本没什么症状 重症死亡力也远地流感 等于半个多小时 检测两分钟就结束 在数字化的帮助下 检测非常有效 虽然现在香港疫情传播得很厉害 目前我也不太担心 在香港的家人 因为他们都打过疫苗 有几个亲戚不幸感染上了 Omicron新冠变毒 但症状都很轻 和感冒差不多 希望香港能够成为 和变毒共存的成功示范 慢慢地在全国范围推广开来 今年能够成为疫情的中间年 明年大家就可以像以前一样 踏出年 这视频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个点赞和关注